近些年来,Siri科技的进步以及行情的回暖 国产显卡的研发其实一直都在进行着 而在最近,又一国产显卡厂商正式发布了7下的首款产品 这便是来自格兰非智能科技的Arise GT10C0 至于它又会有怎样的性能表现和规格参数呢 下面就跟着Gay强,来看看吧 其实较早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 国产显卡一直都在发光发热 另有此前景佳威发布的GM9271 去年新动科技所公布的风华一号 以及摩尔县城带来的MTT-S60等 无疑不在证明着国产显卡一直都在进步 而作为全新的入居者 格兰非智能科技的Arise GT10C0也是毫不例外 在核心规格上,其采用了28纳米制程工艺 基础频率为500MHz 至于在显存配置上 Arise GT10C0则拥有两种规格 其一是配有2GB的DDR4内存 显存位宽为64bit 其二是配备有4GB的DDR4显存 显存位宽为128bit 但其的显存频率均为1200MHz 支持PCIe 3.0×8通道 外观方面 其采用的是单风扇的刀卡设计 用HDMR、DP和VGA三种视频输出 并直接采用了PCIe供电 但具体的功耗目前还在未得知 然而单就这些参数来看 Arise GT10C0给我的感觉 有点像是梦回20年前的味道 但从格兰菲格的官网了解到 Arise GT10C0指该公司旗下 为桌面商业显示 以及通用计算等中高端应用场景 研发设计的第一款图形和图像独显芯片 所以其还内置了完全独立自主研发的 新一代图形图像处理引擎 并且还兼容了银河麒麟KOS 通信软件UOS Windows等主流操作系统 同时也可以在X86 ARM MIPS等主流硬件平台操作运行 也还支持了DX11 OpenGL 4.5 OpenCL 1.2 等多种图形和图像的API接口标准 而在性能方面 Arise GT10C0 应有了48G像素每秒的像素填充率 以及96G像素每秒的纹理填充率 而其的FP32单精度浮点性能 达到了1.5T浮点 再配合自眼影前的加持 可支持4K高清显示与视频播放 而如果要对比目前的游戏显卡 那么Arise GT10C0 所拥有的1.5T浮点性能 大致是处于了GTX1050和GTX750Ti之间 当然这仅仅是理论性能 实际性能 可能玩个扫雷都够强 所以说想直接买来玩游戏的玩家 这个就别想了 但它的问世确实在证明着 国产显卡其实一直都在努力 即使是作为新手的格兰飞智能科技 也可以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产品 那诸如像心动科技 摩尔显成等老大哥 更是有望实现零的突破 为国人带来真正的国产游戏显卡 那就一起期待着在某一天 Steam的硬件榜单上 也会出现国产显卡的名号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选择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